南投县工业会第16、17届新就任理事长交接 在草屯成都餐厅举行 包括立委马文军、县议员林卢阳 南投市长张嘉哲 经济部工业局中区工业区管理处执行长黄尊威 中华民国工业协进会理事长叶振燕 南钢工业区管理中心主任张林梅都到场管理 许县长表示工业会的成员都是南投在地的中小企业 是南投县重要的经济主力 每一个企业主对于南投贡献都非常多 即将卸任的师理事长、事业经营相当成功 不论是担任厂协会或是工业会理事长 服务都相当到位,备受各界肯定 南投县工业会呢是一直是南投县非常重要的经济的主力 那尤其呢我们工业会的组成都是来自于我们南投县各个中小企业 那今天也适逢第16届跟第17届的交接典礼 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司理事长在两任六年的期间 对整个工业会的努力跟奉献 那新接任的黄理事长呢也是在我们南钢工业区非常知名的企业 那尤其呢他也非常的致力在我们观光工厂的推进 所以呢只要是能够帮助南投县南投市来提升各种的知名度 还有做到企业形象的黄董事长都是非常的用心的来投入跟支持 他一定是可以扮演起成先其后的角色 那加上呢又是我们南投县非常知名的企业品牌 那接下来我相信在他的带领之下 工业会呢不仅是能够解决我们所有企业界的这些的困境 同时呢能够创造我们工业会最正面的形象 在此我们要恭喜我们的黄理事长来接任 也谢谢司理事长为我们工业会的付出 立委马文君也表示 工业会对于南投县的厂商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不管厂商面临任何困难都会协助解决 让企业可以安心的发展 尤其对于劳工与资方也提供很好的就业机会 南投县工业会今天是刚才理事长的交接 因为工业会对到我们所有人都官 我们的枪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都可以提供最好的一个协助 让厂商企业其实可以安心的发展 尤其对于劳工跟资方这一方面 其实他们也提供非常好的就业机会 所以我们也乐见我们工业会在所有理事长的努力推动之下 让我们所有的厂商还有企业可以发展得更完善 而且做一个最好的平台 让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都可以及时解决 新任理事长黄志明表示 很高兴能够接任第17届工业会理事长 相信在未来能够扮演好该会与县府间沟通桥梁的角色 也会积极办理知识之旅 透过考察 企业再教育等等的方式 提升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让产业与政府间关系更为密切融洽 社会更为繁荣安定 今天很高兴能够接任 蓝铁县第17届的工业会理事长 我相信在未来能够扮演一个 我们工业跟蓝铁县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那再来就是说针对我们所有的 南投的企业工业来讲 我们能够多开拓一些知识之理 那针对企业有一些什么问题 我们希望我们工业会能够扮演一个 黑脑的角色 跟我们的县政府做一个沟通的桥梁 让我们的产业跟政府能够一个很融洽 让我们的社会能够稳定的一个成长 谢谢 新任黄理事长也是全国知名的企业家 产品行销海内外享誉国际 更在南钢工业区成立全国第一家 马属观光工厂 事业有成之外 也对于工艺事业相当投入 经常协助县府以及公所关怀弱势 这次当选该会理事长不仅实质名归 更能承先起后 协助解决企业面临的难题 建立该会新行项 记者陈云志 草团阵采访报道